2019新北市櫻花假期活动 上周六在淡水三只金山乌来的活动开跑 在淡水区天园宫的櫻花却还在喊包待放 妙方就表示其实今年是受到了暖冬影响 过去一个星期又逢低温 所以今年的吉野櫻得要在两个星期 大约是3月25号才会开花 2019年新北市櫻花假期活动 在上周六于新北市淡水三只金山乌来 等地活动开跑 而在淡水区无极田园宫前方广场也是相当热闹 淡水区公所与新北市农业局警官处 一同举办赏鹰开跑活动 现场共有许多的在地小吃摊位 以及另外区长更邀请所有贵宾 手持株树平安的钱币 点亮了樱花珠为活动揭开序幕 花矿目前还没有来盛开 但是我们邀请了非常多有趣的市集 包括来自华山冀州安的这些创意市集 还有包括我们在地的这些农特产市集 那还有很多精彩的活动 那还有很多DIY的活动 那目的就是让来赏花的民众 今天起跑来到天云宫能够愉快的一天 在樱花假期这段时间 我们有安排公车业者来做接驳 各位可以坐轻轨 坐到V5站或者是在淡水捷运站 都有公车来做接驳大家 那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 所以花期有比较晚 大概预测 应该要到3月25号左右才可以看到花 欢迎大家来赏花 到届时欢迎大家来赏花 不过在当天的天云宫现场的樱花 却还正在含苞待放没有开花 天云宫庙方表示 其实今年受到了暖冬影响 过去一个星期又逢低温 因此今年的集野樱花 得要再等两个星期 到了3月25号可能才会开花 不过区长说在活动现场 还是有许多的表演 以及有趣的DIY活动 让民众可以参加 而另外立委议员等明代 也都出席参与 那今天除了是我们活动的开始之外 现场也有很多我们的农产品展示 我们淡水不仅有樱花 也有很多农产品 像是南瓜 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等等的 现场都有贩售和摆饰 所以也希望说大家 虽然今天没有樱花可以观赏 但是也可以来到我们这边购买我们的淡水农产品 因为樱花忽然间开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 尤其是在有点风有点雨的时候 你看到樱花树上的樱花赏心悦目 亮丽的樱花 而且在这个地方又有很棒的农产品 淡水最好的农产品 淡水农会的系统所推出来最好的农产品 都可以说是既赏心又悦目又有好吃的农产品 那现场也有很多我们这个农产品的销售 希望说就是在推广樱花的同时 也推广我们新北市淡水地区的这个农产品 那产品也是很多元 然后有这个我们樱花的种子 然后也有一些吃的喝的 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几天的活动来这边走一走 希望大家不仅是逛花看花 同时也品尝我们地方这个农特展 会让你们感觉我们地方的农特展非常非常的棒 也希望大家再过一个礼拜 再来赏樱还是会很盛开的 欢迎大家过来 区长表述在这活动当中 特别邀请到了华山艺文特区的创意市集摊位 还有30个左右 另外有20多个在地的特色摊位 超花贵的DIY等等 非常的丰富 而一旁还有樱花公主 邀约民众品尝樱花茶 非常的有气氛 而这些特色摊位都是在地的农特产美食 也让游客可以好好的品尝淡水的新鲜食材 记得许端一淡水采访吧 谢谢大家